马上就要到年底了 虽然春节2月19号才到 但是今年回家的车票 却可以更早的来安排 根据铁路部门公布的方案 今年的春运火车票 最快提前60天就能买到 这就是说明天大伙就可以买春运 第一天2月4号的车票了 再掐指一算 大年30之前的火车票 在21号之前将全部开放 需要提示旅客 我们优先选择互联网和电话购买车票 因为他们天数比我们车站和贷售点还是长的 就延长到60天的时候 我们还是58 超长的60天预售期虽然方便 但是也让不少人担心 如果行程不能完全确定 会不会增加退票改签的现象 对此铁路部门也降低了门槛 只要开车前15天以上的车票 退票时不收任何手续费 改签时间和车次也放宽 甚至车开以后还能改签当日其他车次 但是所有车票都只能改签一次 也可以改签开车后 至票面当日24点之间的其他列车车票 不办理票面日期次日及其以后的改签 不过需要提醒大家 不是所有的改签都是免费的 明年春运的2月4号到3月15号期间 如果要退的火车票是曾经改签过的 就还要收20%的退票费 春运期间啊 咱们改签后的车票 一律按不足24小时 标准收取退票手续费 不管预售退票和改签规则怎么变 大家最关心的还是 能不能够尽快的买到回家的票 其实为了尽可能满足大家的需求 铁路部门的12306网络售票系统 今年也在不断的优化 敲门一 60岁以上网购车票 优先做下铺 今年升级后的12306网络购票系统 能够自动识别60岁以上的乘客 并且优先安排下铺车票 同时为了防止黄牛屯票导票 一名乘客一天最多只能取消三次订单 否则账户将会被冻结 要等到第二天才能恢复 所以需要预定多账车票的乘客 尽可能在下单后45分钟内完成支付 以免被冻结 敲门二 提前核验身份证 以免被带核验 乘客凭身份证号 在网络购票系统买票时 有不少人发现 自己的身份证号买不了票 网站上每次都会出现 带核验的字样 记者采访上海铁路部门人士了解到 这种状况的原因各不相同 不过只要拿着身份证 到火车站的指定窗口核验一次 就可以在网络上购票了 因此旅客应该提前在网上查验一下 自己的身份状态是否正常 窍门三 无卡支付比网银支付更快 网上抢票 网银支付就可以 不过也有内行人提醒说 网银支付要进行多次页面的跳转 大大降低了网络购票的速率 相比之下 无卡支付更能加快速度 只要输入卡号和密码 或者有一些有效的身份认识信息 你只要收到一个短信认证码 基本就可以完成支付了 我们大概统计下 同样采用网银支付和无卡支付 我们的交易时间能够大概缩短了一倍以上